刚刚讲这个瓜骨子 它怎么写 一样的方法 当然我们上面这个OK了之后 理论上其实就已经很快了 因为你将来 当然你就不需要把一些公式 每次都要再输入一次 把按钮把它直接输出 可是它的缺点我刚刚讲过 就是说第一个 它的毕竟它输出的东西 假如公式越长 相对的话 你这个资料 变成说你会占很大的空间 都是储存一些公式 第二个的话 也会越跑越慢 其实工作上常常有同学说 为什么电脑一直越跑越慢 当然你就有必要怎么样 除了输出公式之外 你就要有办法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VBA做输出 也就是说你不要输出这个东西 你要在VBA里面做完 然后再把它丢过来 所以要怎么做 理论上的话 我刚刚讲的 你要把Find改成VBA的一个函数 Mid也是改VBA IfL也是改VBA 那如何做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Video Base切过来 第二个的话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这个按钮 所以一样 最简单的方法 拿这个来改好了 Ctrl C Sub然后到刮户自串 贴上就可以了 Enter一下 对吧 就会有第三个Sub出现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写的方法就是说 我要怎么去找 找那个前关户 我们第一步跟 有点类似 刚刚我们在输出 那个Find公式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把它改成 VBA里面的 什么了 所以你打一个VBA 打In3的话 你会把你打In就出来了 In3 有没有这一个 那你把它点两下 它就出现了 那另外如果说 你对于这个函数 假如不熟悉 你想要多了解 你该按F1 F1的话就是Help 它就会跳出 那个相关说明 OK 这里面会讲 比如说In3这个函数 到底它作用是怎么样 UBA是怎么样 OK 然后相关的 注解等等的 或者一些范例 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稍微看一下 当然我前面也讲 VBA的所有函数这边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全部 就是在这里 有没有这么多 或者你按一下函数 或者你按一下上面这边 有没有 有运法等等的 运法参考 这边也都会出现 还包含其他的 OK 这边其实也可以得到一些 按F1就可以了 然后刮符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其实我跟各位讲 这个In3的话 它主要要传 一二三四个参业 但实际上传两个就可以 跟F1一样 第一个的话是去哪边找 你帮我去 那样我们模拟好了 模拟这个 假设我从B3要去找 这个什么 A3好了 A3储存格在VBA里面 就是Sales 刮符 你就第三列 OK In3 然后等A栏 你就打这样 第三列的A栏 OK 那你去帮我找这个储存格 找什么呢 逗点 帮我找钱刮符 OK 他们就给 钱刮符 好 那他找到之后要放哪里 你跟他讲说 那你帮我 拿回来之后 帮我放在A里面 所以前面加一个变数A 那这个时候的话 假设是A3 他得到应该是 A里面应该放多少呢 应该就放3 OK 那一样的道理 你可以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接上之后的话 把它改成B 然后再把这个刮符 改成后刮符 也就是说 你再帮我找一下 再找另外一个 找后刮符的位置 帮我存在B 那所以他找完之后的话 应该是9 把9存在B 所以A等于3 B等于9 OK 那接下来如果我要输出结果的话 那怎么输出呢 跟他讲说 你帮我输出到这里 这个储存格 怎么样跟他讲说 他的位置呢 很简单 拿这个来改 Sales储存格 第三列 B栏 这边是A栏 把它改个B就可以了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话 就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切割 那一样密的 VBA 密的 这个在VBA一样有个密的 所以你 前面这个VBA 就打也没关系 打不打都没关系 那一样 你的资料在哪里 我的资料在A栏里面 所以要拿这个复制好了 第三列 这是A3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购点 哪个字开始呢 前刮5加1嘛 前刮5的资料位置在哪里 就在A里面 所以A怎么样 加1就可以了 购点 几个字啊 后刮5的位置 选掉前刮5的位置 然后呢 前1不就好了 你会发现这个规则 跟前面那个蛮像的 只是换个地方执行而已 有没有 OK 后刮5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我先把这个资料先清 先把它清空 清空之后 再执行 你会发现第三阶关就OK了 那如果目前的话 它只有输出 一个储存格 那如果你要输出 全部怎么做 全部的话就跑个回圈 所以回圈要怎么写 一样嘛 你在开头的地方 打一个什么 一样 for I等于什么呢 2到10 所以拿这个来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然后呢 把这三行的资料 把它拉到这里来 要记得 按 在这三行呢 因为它要到它的下一阶 所以按个Tab 下一阶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把它改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刚刚只有指向第三列 这个后面开一个 然后呢 把这个怎么 改成I就可以了 那它会 听你的话 它会从第二列开始 去做 不过呢 待会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如果 没有瓜糊怎么办 你会发现 如果没有瓜糊的话 像A2 它里面没有瓜糊 如果没有瓜糊 我刚刚讲过 如果没有瓜糊 它会 传回来什么了 传回来等于0 所以哦 A会变0 B也变0 所以哦 等一下一执行 会发生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会发现哦 呼叫引数 你真错的话 它会停在这一行 那以后呢 如果看到错误 跟各位讲一个方法 你这也不要 你就按真错 OK 然后它会跟你讲说 这一行错 那为什么错 有时候你可以判断一下 原来A等于0 所以呢 它从第一个字 应该没问题 那B也等于0 B减掉A也是0 那这个减1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最后的答案 应该是负1啦 那总共自算的长度 没有那个负一个字了 OK 几个字 负一个字 怎么会 所以它看不懂 这个叙述啦 那怎么办 在那个我们公式里面 会用到ifl 可是哦 VPA里面 怎么要做逻辑 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呢 你要在VPA里面 做逻辑判断的话 那比如说 我在这个上面一行 再打一个逻辑 逻辑的话 一样是一辅 空一格之后的话 跟他讲那个逻辑的条件 当我什么情况下 才能执行下一行 哦 当你那个A 指的是那个钱瓜胡 如果有找到 那有找到一定不为零嘛 所以呢 你这边不为零 不为零的话就不是 不是的话就是 不等于零的意思 那这个是个条件 哦 如果当那个什么呢 A里面不是零的状况下 你才能够去执行下面的动作 然后后面再空一个 然后 去做后面的事情 那记得呢 那记得呢 这个地方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 if 因为有if的话 那建议呢 你就慢慢习惯 有头就有尾 好像有for就有nest 有if的话呢 那就end if 请你把这一行 搬到这个if跟end if中间 那一般习惯还是按个tap键 它在它的下一阶去执行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程式假如改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按 这个程式你可以把它停掉 这就是这种做法 你可以把这个程式停止 然后再重新执行 因为它现在是中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这个可能 慢慢学 因为在VPA里面有个好方法 就可以把那个程式倒车 什么叫倒车 因为它已经跑到这边 对不对 你可以让它往上拉 让它不需要停止 再重来 你可以让它怎么样 你帮我倒车 倒车其实这边有个箭头 你可以从这边把它拉上去 那这个功能 说真的 如果其他语言并没有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功能在VPA里面 还蛮好用的 因为你不用重新执行 所以我们除错的时候 蛮方便的 你倒车一下 你再重新 那再来的话呢 你如果要让它往下一行的话 你可以在真做里面看一下 有个F8 这个恐怕最好是系下来 以后的话按F8 它才会跳下一行 那你会发现 他问你说 当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条件是不是为True 你会发现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闸门 这个闸门有没有开 False就不开 为什么不开呢 因为你这个A2里面 并没有刮5 所以它里面是0 所以等于0的状况下 那你就不能跳进去 它会跳哪里呢 跳M的衣服这里 就不会跑进去了 那实际上就有点像是F8的作用 就关掉 不要就是跳过去就对了 那就不会发生任何的错误了 OK 好 那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NAS本来是2 那现在NAS之后变加1 加1之后的话还变3 那3的话指的是这里面 有没有前挂5 看一下吧 前挂5位置 它Return回来3 1的话Return回来9 OK 那A是不是0呢 是吧 A是不等于0 4 所以这个时候门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它就跳到下一行 有没有 然后就会输出什么 我这个先把它删掉 它就输出这个的结果 第三届冠军 那再来的话 第四个应该也有了 所以第四个 像A等于4 A4里面A等于3 B等于8 对吧 A是不是等于0 才4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等于是 它有挂5的状态 然后呢 它就执行 底下这一行 其他如果OK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按F8了 你就直接什么 全部执行 它就全部帮你执行完毕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刚刚的那个什么了 Excel里面的公司 转换成什么 VPA里面的公司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第一个 把Find怎么样 转换成Intry OK 差别只是说 它那个参数顺序不一样 它是上面是先刮符 再找资料 这是先找资料再刮符 Return放在A Return放在B 然后再去做一个切割的动作 但是呢 会有个问题 什么呢 里面有可能没有刮符 没有刮符的话呢 那我们就做个闸门 这是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呢 就是当A不等于0的状况下 才能够去做切割 不然如果假设A等于0 那就完蛋了 因为没有那个字穿是复数的啦 OK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这段城市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 那请各位可以自己再稍微参考一下 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边 云端白板第五页 OK 来 试一下 感光